猛烈一撞 车头严重变形 零件碎片散落一地 不过好在安全气囊弹出 将驾驶与后座儿童伤害降到最低 这是交通部第四季新车安全平等撞击测试 其中Nissan Kicks在成人与儿童保护都有80%以上的水准 获得五星平等 但反观Toyota Yaris 在前方 侧方以及A柱撞击测试下 Toyota Yaris只获得三星平等 就是因为除了儿童保护只有31%之外 安全辅助得分也不如预期 不过明明是新车安全测试 却拿了一辆停产的Toyota Yaris 让外界议论纷纷 Nissan Kicks是新世代的一个车辆 所以它的撞击测试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那当然看到Toyota Yaris 这个车子已经处于一个停产的车辆 而且是上一个世代的车型 就凸显了新旧世代车辆上安全的一个差异 又再去撞击一个已经停产买不到的车辆 我想是不是这个主事单位呢 是不是太不懂得变通 新车安全测试受到关注 因为台湾车市持续火烫 不只十一月总挂牌数冲上四点三万辆 年增逼近百分之十 甚至还比核泰车 月初预估的四点一万辆还要高 更有望冲下十八年来新高 受到疫情延荡影响 让台湾车市今年热闹非凡 除了品牌形象 性价比也成为消费者买单关键 三线周时回 柳凤茨台北报道